別舔了別舔了 不誰那麼知道會不會成功 聽說他是舔狗亂葬港 那我要去 謝謝你今天請我吃飯看電影 但這時間太晚我該回家了 走吧 這是 哦是我朋友來接我了 你在嗎 我給你發微信明會打電話給你接 你是不是身體的不舒服 你在家嗎 為什麼一定要當舔狗 如果不是跟喜歡的人在一起 談戀愛又有什麼意義 傻子你當過舔狗嗎 什麼叫舔狗 舔狗就是給別人花錢 對別人虛含問暖 別人還對你置之不理嫌你煩 我叫舔狗 我媽媽叫舔狗 你幹嘛呀 我剛睡醒啊 那睡覺誰能回消息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你消息啊 沒回就沒回啊 沒回又怎麼了呀 誰規定你發消息 我就一定要回你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能不能講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啊 你沒事就跟我說你去吃飯了 你去睡一覺了 你去幹嘛幹嘛幹嘛了 跟我有什麼關心的請問 我一點都不關心你這些啊 有什麼意義呢 你跟我說這些 那我除了回答 嗯嗯知道了 好明白了 那我還能回什麼呢 你告訴我 我真無語了 你這也能怪我啊 我不是都回你了嗎 你還要我怎麼樣啊 你要求怎麼這麼多呀 我真服了 你怎麼這麼交情啊 跟你談戀愛好累啊 跟你在一起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了 我真的很討厭你這種人啊 你剛開始的時候也不是這樣 為什麼你現在成這樣了呀 我說了只是一個普通朋友啊 只是打打遊戲而已啊 又沒有幹什麼 你非要想那麼多幹什麼呢 那你要這樣想 我也沒有辦法呀 我又不是神仙 我又不能改變你的想法 隨便吧隨便吧 你愛怎麼想怎麼想行嗎 我語了 幹嘛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我怎麼就變了 我一直都是這樣子啊 我為什麼要給你反饋啊 我又不喜歡你 是你追的我呀 你說我能回你你就很開心了 當初我說了我不想談戀愛 你管我為啥不想呢 我不想跟你談戀了吧 為什麼你喜歡我 我就要喜歡你呀 什麼道理呀 你能不能不要給我發那些小作文了呀 我看著真的頭巨痛 我又不是高考的老師 你發作文給我看有什麼意義呢 你愛發給誰看你就發給誰看行嗎 你發這些你以為我會很感動嗎 你以為我想了解你那什麼不為人知的小角落 你是青春偶像劇看多了還是小說看多了呀 我真的覺得你好腦癱啊 你做這些只會讓我覺得很無語 我給你把話說死吧 你又得傷心 我給你一點甜頭呢 你又想如飛飛 你給我送早飯怎麼了 送花怎麼了 啊 送口紅又怎麼了 是我讓你送的嗎 我過生日你非得敵我 還帶著一堆肉麻的情話你真的好噁心啊 你也不想想你什麼身份啊 你看不到希望不追了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你喜歡我我就一定要給你什麼回應嗎 我跟朋友出去玩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你管我幹什麼啊 有你什麼事啊 你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廉價到底的倒貼貨賭嗎 我真服了 我跟你說兩句話就是我給你機會了是嗎 你喜歡我你就直說呀 不好意思說你就花錢花心思呀 又不花心思又不花錢呢 你正在那兒做我話想什麼呀 你還對我說那麼噁心那麼越界的話 你自己不覺得你很尷尬嗎 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你呀 你憑什麼認為你喜歡我就喜歡你呀 你這什麼邏輯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相信我看到了不想回 我就不回呀 怎麼了 我不可以不回嗎 我不想估計你的感受 別發了行不行啊 我不回消息你就當我睡著了行嗎 我和別人打遊戲怎麼了 只是玩遊戲而已啊 又不幹嘛 你又不是我對象 你管我那麼寬幹什麼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什麼叫我吊著你啊 我沒有吊著你啊 你自己要喜歡我的啊 喜歡我那麼委屈 你不要喜歡我啊 誰求著你喜歡我了一樣啊 我真的無語了 我說過之前回你消息 就是出於禮貌才回的消息啊 你自己想太多 在那自作多情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你知道你現在像什麼嗎 你現在就像一隻舔不到人的舔狗一樣 噁心死了 真會氣啊你